M.I.B. Blackboard Body当前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它是应用温度来调整我们画面的颜色 好了我们现在来应用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节点 看一下现在我对场景做了一个简单的渲染 看一下是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把当前这张的咱们做一个保存 好了接下来我选择我们当前场景内的灯光 在当前灯光上我连接当前这个节点 Blackboard当前这个节点啊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Mountree 看一下在lightshader这添加我们当前这个节点 找到我们当前的这个选项 然后找到Blackboard点击 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这块呢有一个温度值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温度值 这个温度值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们可以记一下 如果是在1000的情况下的它是一个红色 如果到了1万它就变成一个蓝色 也就是说在1000到1万之间的是红色到蓝色的一个过渡色 一个过渡色 好了现在呢我来调整一个红色的一个效果 1000 好了咱们现在把当前这张的做一个保存 保存这张 咱们做一个渲染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场景内呢出现了一个这种很红的颜色 这个呢就是一个用温度来调整的一个节点 如果咱们再给它加一个零的话 看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蓝色 看一下这种蓝蓝的感觉 和之前咱们最起初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投影是没有了 对吧 没有了 我们一会呢可以也是应用当前这种效果呢 把这个投影呢咱们可以给它渲染出来 这个呢就是当前咱们的这个节点 是应用这个温度呢来调节的 好了咱们呢再继续来设置一下 来设置一下 我说了它这个投影没有了 我们可以把当前的这个节点的给断开 break 把它连接到什么位置呢 看一下我们可以把它连接到 它的这个灯光颜色上 看一下 连接到这个灯光颜色也是可以的 f键 我们再看一下 好了看一下 它这个颜色呢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投影出来了 对吧 和我们之前这个比较一下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改成一个1000 我们再看一下红色呢也会出现 当前它的这个投影 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咱们当前这个节点的一个应用 它呢和其他的这个这个调解方式啊不太一样 它呢是用这个温度 温度呢来调节的 好了 这个呢就是咱们当前的这个节点的一个讲解 好了 这期课我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